这是发生在日本岛墓运动战争中的一幕 一门加特林机关枪阻挡住了政府军的进攻 1853年 美国佩里黑船事件 撼动了整个日本 这使得各大名度割据一方 日本西南经济较发达的萨摩 长洲 突左和肥前四番 都想摆脱幕府的掌控 日本庆英三年1867年 江湖幕府第十五代将军 德川庆喜受到萨摩和长洲同盟递解的威胁 逼迫末代将军 德川庆喜将权力归还明治天皇 虽然权力归还了天皇 但明治天皇却没有握有实际权力 1868年1月27日 以萨长两番为主力的天皇军五千人 与进度的幕府军1.5万人激战 德川庆喜败走江湖 至此 持续了264年的德川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此日本一分为二 东军会进番的左幕派与西军萨长两番的秦皇派 新旧实力的矛盾最终演变成一场内战 这就是雾尘战争 西军将兵力集结在月后的高天城下 分兵两路进攻长岗城 长岗藩虽然是一个小藩 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长岗藩家老和近级支柱 从贸易商爱德华施奈尔那里 购入了两台加特林级官枪 并购买许多枪支 提高藩兵的战斗力 长岗藩属于青木府阵营 藩主牧野中进 是德川家康时期将之一的牧野康城之后 他不想在他这一带留下遗憾和骂名 经过商议 干脆谁也不得罪 保持中立 等到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时 他们还可以起到调停的作用 在这乱世中 昨天的朋友很可能在今天就会变成敌人 所以长岗藩无法依靠他人 只能自己强大了 才能继续生存下去 在这之前长岗藩家老和近去拜见了新政府军 他提出长岗藩中立和平 请求赦免回近藩 新政府军军兼言村 经以无视他的请求 言辞拒绝 将他的情愿书递交给总督府 谈判破裂后 长岗藩加入了反政府军同盟 也就是奥与阅列藩同盟 至此长岗藩与新政府军形成了对立立场 1868年6月 新政府军兵范长岗藩 北越战争爆发 谈判破裂后 西军很快攻占了加卡 大战一处即发 加卡攻防战由此开始 长岗藩军又很快夺回了师弟 在加老和锦的指示下 加卡被架固成坚固要塞 这是从南部进入长岗的唯一道路 和晋将主力部队都放在了加卡 而成为的预备队 全是老人和少年组成 5月19日 新政府军竟然渡过了新农川 并趁着大雾打破了战争的胶筑状态 长岗翻番瞩目 野中军被紧急送往了回金 危机时刻 加老和锦搬出了那门加特林机关枪 要知道整个日本只有三门 但毕竟双方兵力悬殊太大 机关枪 只是暂时遏制住了政府军的进攻 何锦已退为首 决定放弃长岗城 在临走之时 他下令烧毁了房屋 何锦发誓 一定会卷土重来 夺回长岗城 此时长岗城内的政府军驻扎的并不多 巴丁冲这个沼泽地带 成为了夺回城池的关键 因巴丁冲的沼泽中央深不见底 不可能穿越 所以新政府军对此处的防备非常松切 于是在7月24日凌晨 以长岗藩军为首的600多人 冒险成功渡过了巴丁冲沼泽 何锦记支柱 一声令下士兵们冲进城内 新政府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很快他们又被赶出了城 随后 毁金 仙台等盲军先后开导 何锦在失察防戒的时候 不小心被政府军击中腿部 在7月初的时候 官军增兵打4万3千人 然而在争夺战中 由于盟友新发填翻的倒戈 长岗城又一次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险 仅仅几天时间 长岗城被新政府军重新占领 何锦记支柱在经过八十里甲时 他写下了自嘲的一句话 瘫痪的武士越过八十里甲 由于他的伤口感染 在逃亡回京的途中病逝 享年43岁 从此战争在回京展开 甲最后的武士 是2021年日本拍摄的 一部战争电影 是司马辽胎狼名作 《侠改变而成》 影片中的主人公和锦记支柱 他身处历史洪流中 本来想的是中立必战 他的人民一起进入下一个时代 但是却无法逃避权力的斗争 事不遂愿 他不得不战 所以自愿站着倒下 让自己成为 无视精神的代表人物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